来看到这一艘从新竹竹北出发 要运到彰化花坛的王船 在昨天傍晚五点多 行进省到台县中山路 因为装载的王船高度过高 就卡在人行天桥下 看到货柜公司呢 立刻是把拖板车的轮胎给泄气 但王船还是过不了桥 最后是叫来 吊车紧急处理 拖板车载着二十几顿重 造价一千多万的王船 没想到王船高度过高 卡在天桥下动弹不得 拖板车司机前进后退还是过不去 索性把轮胎放弃 要降低车身 轮胎消风高度降低一点点 但王船重量太重 拖板车底盘卡在马路还是无法通行 让护送王船的人员着急的不得了 事先测量过天桥高度 没想到王船还是过不去 这艘王船号称全台湾最大 从新竹竹北出发 要送往彰化花坛的庙宇 参加宗教活动 行进台义县中山路时 卡在天桥下方 无计可施 只能找来吊车帮忙 把那个 王爷的那个小房子 先把它吊起吧 让吊车顺利通过 再把房子 放上 吊回去 吊车把王船上头 高度最高的王爷神殿 吊挂下来 高度降低 让托板车通过 再重新组装 前后耗费两个多小时 而王船卡天桥的意外 也让台义县 在下班时间 大塞车 记者林一峰 张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